最近上新的新电影学霸 不让你看了没 前两天我被邀请参加了电影的首音室 也遇到了很多不同领域的知名人物 大家都围绕这部影片谈了自己的观点 其实对我来说 触动最大的就是影片当中的一句台词 鲤鱼不一定跳龙门 还有江河湖海 你不一定满分 但我一定爱你 这句话真的很触动到我 当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父母会关心 你到底累不累 而且呢 不论你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他们都会选择退到你的最后面 然后默默地去看你成长 我记得我父亲会经常用一句话来说我 是物得天性自长成 他跟我灌输了一个理念 就是我今天获得的成绩 跟他跟我的母亲都没有关系 他们经常会说的是 我们只不过有幸陪伴你 成长为你现在的样子 我觉得父母真的是太谦卑了 我们最终成长为什么样子 一定都离不开父母从小的教育爱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最感谢的父母是给了我两样东西 一个是榜样的力量 不论是早起读书 还是用效率手册制定计划 亦或是学习英语经营企业 与合作伙伴沟通 不瞒大家说 都是我从小的时候 被萌妈所耳濡目染的结果 她就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女性 我觉得好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你只有先成为最好的自己 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 当你把自己活成一个榜样人物的时候 哪怕你就是站在那儿 孩子心目当中也会产生一束光 第二 她教会了我何为自信 我的母亲曾经跟我说过 女孩啊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让她自卑 要让她能够拥有自信 当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 你还要记住啊 有一个人坚定不移的去相信你 那个就是你自己 而我的自信心也是在很小的时候 不断被锤炼起来的 最早我连钢琴 我的琴技还很普通的情况之下 我母亲给我报名参加了各类比赛 不论我弹成什么样 她永远都是场下鼓掌声音最火爆的那一位 而且还不断对我讲 你知道吗 弹得特别好 后来我学美声的时候也是一样 她觉得我唱得太棒了 而且还用一系列的案例去证明 我真的很棒 就连鼓励人的话术也是相当的恳切 以至于我当时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 就觉得说吧 自己挺棒的 所以父母的爱不应该是一分枷锁 而是孩子成长的语意 很多的时候 父母与其逼着孩子无效地学 不如去激发孩子的内在的原生动力 就像是杨将先生所说的那样 世界上最好的爱是 我不在 你依然过得很好 不是我拖着你飞 是你可以独立飞翔 我拖着你